我們球五抽是第三次參加正規的FIVA三打三比賽 第一次是上年的馬蕊蟲比賽 第二次就是對上小小的蘇黎世三打三比賽 這次就是第三次 快和外圍為主 因為之前我們也有贏過一些學校 我們相信他們一定會沒有那麼準備對抗我們 我們就知道我們學生的心派問題就是不要鬆牌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不同的比賽 一直以五打五為主 當三打三有這個比賽 我們都會做一些針對性的動作 像去年我們打一些學界三打三的賽事 我們都用了大概一兩個月的時間去準備 不同的戰術 防守戰術、進攻戰術 我們都有去研究 打籃球這個過程會一路變厲害 進步 這個過程是很有成就感的 享受同班隊友一起去 很開心地去打球 我真的盡了力 但是他都輸 所以我們只要打好自己 應該要打球 成績是歧視 但是我覺得我最想做的是我們四個 都算做了很多年隊友的情況之下 我希望我們四個都可以有 比較好的表現 不會像以前那樣 可能偶爾得一兩個隊友打得特別好 但另一兩個沒什麼狀態 我希望我們四個都可以打得很好 很享受打籃球 可以同一個隊友一起 為一個感覺 很享受打 這是我其中一個都很喜歡打的 針對三打三的比賽裡面 我們一向都會給一些很個人的 考慎的東西給他們練 在這些模式來講 他們要爭取那個個人力 和二人的小組的進攻是比較重要的 一二三 成績 我打了籃球四年 因為我打籃球可以認識到很多自動動物的朋友 可以學到什麼叫團結 我喜歡打籃球 因為我可以認識多點朋友 每次進入球都有手 可以好好玩 希望我好負責 因為三打三個折就會比較快 所以我們在籃球上就會比較多 但是三打三個人數就會比較閃 就會用一些簡單直接的 可能一個打一個 或者簡單的三位的組織去打 我們的優勢可能會快 就會切入 去對應 同時去街場 射多點球 射哪一個位 去加上他們的準確度 或者是跟他們去運動場 怎樣去跑步 有長跑有短跑有間歇性跑 不同的方法都是幫助小朋友提升不同的能力 我們球隊的目標是打到自己的發揮 對啦 跟著 我們上年都有夾開的 我們都會想 用回球隊的風格去打出個比賽 比賽前 我們都會 組合去射球 拿手感 狀態都很重要 是三打三 這個階段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打破自己 無論運球任何都好 你知道更加高的一個水平 我現在的目標是 盡不上各自球 打到很好的各自表演 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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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